今天视频的标题叫做如何做一个好人 那在这点上呢 Bible跟世界就有不一样的approach 不一样的方法 那圣经通过的是law 世界呢通过的是law 那你说这不一样吗 但是翻译不一样 首先我们先从世界上看 世界上的law的意思是法律对吧 法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要做坏事对吧 也就是说他来定义好人的标准 是不作恶 打个比方法律就是那个狗脖子上拴的绳 就是你可以叫你也可以咬 但是呢你脖子上有一个绳 所以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是有限度的 比如说你开车快吧 你不能超速多少多少 比如说你想要很多伴侣 但是只能跟一个结婚对吧 法律其实还包括一些社会上道德的约束啊 有些事情我们不做是因为 在别人里会被说闲话 或者说还有一些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调控 比如说我们的工资对吧 我们当然是想钱多活少 那老板就想让我们钱少活多 那两个平衡在哪大概是由市场决定 我们所有行为的出发点是人 所有行为的目的是优化自己的利益 那法律啊规则啊这些东西给我们的行为加以限制 那我们再看一下圣经的law呢 其实它翻译成律是一个规律 或者圣经上叫它生命之灵的律 什么意思 我们把它理解为神放在人身上 让人去做好事的一种力量 也就是说呢 对圣经来说好人做好人的方法是做好事 那它其实比这个法律更高级 比如说法律就是你开快车 但是你不要撞倒老奶奶对吧 那做好事就是说 OK一个老奶奶摔倒了 我把它扶起来 尽管有危险 我也要扶起来 那神让人做好事的方法 就是运用生命之灵的律 那举个例子 重力大家都知道吧 如果我拿着一个笔 然后我就松手 那它这个笔一定是往下掉的 是这个笔努力的去跑向我这个本本吗 不是吧 是因为我的环境中有重力 所以我这个笔 我可以扔一百次 它都是往下的 不是笔的做工 是这个环境里的律在做工 对吧 生命之灵的律在功效上的表现 是让人不由自主的 自然做好事的一种驱动力 所以你有了生命之灵的律之后 你不用使劲的去说 我不想对我的伴侣好 可是我是个好人啊 所以我好烦他呀 我也得陪他 这就是使劲 但是你有了生命之灵的律 就是我真的好爱我的伴侣 我为他做一些事情 我陪伴他 我真的非常开心 所以这对我来说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有了生命之灵的律 做好事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这时候给大家回答一个bonus的问题 那世界上有那么多宗教 对吧 这不都是让人行善的吗 也就是说宗教 你这个人比较高级 是因为你做好事 对吧 世界上的人 或者遵循法律的人 我只是说我不做坏事 但没有规定我做不做好事 但是重点来了 只有基督教会说 神给人做好事的能力 所有其他的宗教做好事的 这个动力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人自己 说白了 神不帮你 神只是一个裁判者 那你自己凭你自己的努力做好事 然后神最后来断定一下 但是大家大概都知道 自己几斤几两 所以说努力做好事这件事情 就不靠谱 所有的宗教里 只有圣经说 你人自己凭努力做不了好事 所以神要来到你里面 帮你去改变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众多宗教里 我选择了基督教的原因 那观众朋友们又问 OK 那我们怎么使用生命之灵的律呢 这就要说到神的国和人的国 之间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说 在这两个国度里 很多规矩都是相反的 比如说在我们的世界嘛 那权力高的 当然就是被权力低的人服侍 这很正常对吧 但是在神的国里 地位越高的人 就越要去服侍 基督是地位最高的 是神的儿子 对吧 是王 但是他给使徒洗脚了 我们可以把神的国度 想象成一个外星 就是你在宇宙里 那人就飘了 对吧 重力就不好使了 所以好多 我们觉得很稀松 平常的事情 在神的国里 其实是反着来的 那运用生命之灵的律 就是这一个反着的例子 问大家一个问题 公义和是谁 那在世界上 对吧 我们肯定是行为导致公义 比如说我做事情 对吧 我做对了 我做的好 那我得到了表扬 都是我先做 然后大家去看我的这个结果 但是在神的国 公义是导致行为的 这就是说呢 神先判定我们公义 我们因为公义 先得了神的赞许 之后我们的行为 就有所改变 那实行起来又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上有一些practice 非常的重要 一个叫做believe 就是相信 一个叫做speak 或者是claim 就是宣告 一个就是prace 也就是说赞美 那在实行起来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任何出现行为改变之前 我们就说 感谢主 你用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 你让我变成公义的 我是你的孩子 然后 感谢你把各样的恩典和力量赐给了我 在人看来做不成的事情 在神看来都能做成 感谢主 我在主里一无所缺 就是先这样的相信 并宣告并赞美 这样就有点类似于下单你知道吧 你要先把这个单下了 然后这个快递才能到你的手上 那在神的果里 我们是先宣告结果 并且因为这个结果赞美神 那这件事情才会真正的实话 或者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大家可能觉得神这么做的方式很奇怪 但是跟大家说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非常类似于人类补育幼崽对吧 那你的小宝宝对吧 他做了什么 值得你 正得你的爱 他是赚钱了吗 他是考一百分了吗 你为什么对你的小宝宝这么好 你是先把很多很多的爱给你的小宝宝 然后你先把很多很多的祝福送给人类的幼崽对吧 然后如果父母在他幼儿的时候给他足够多的爱和肯定和关怀 然后这个小孩长大了之后 他亲力比较健康 他可能活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人生 也就是说父母不是先等我 先等你活了一个好的人生 我在爱你 而是先给了爱 然后这个爱制使孩子可以活成很好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主还是很有智慧的 此处应该有掌声 所以做基督徒有一个大忌 那就是认为自己不好 所以逃避神 你看我这种人神怎么会保守我 你看我这个恶心神怎么会爱我 你看我这样我根本不值得爱 哎呀我自尊低呀 那你作为神的幼崽 你这么说 那意思就是说神这个父母不好了不够爱了 就是你这个baby不做一些好事 神就不能爱你了 对吧 所以你这样看似谦虚的行为 实际上是一种自大 是一种对神的爱的否认 所以不管你起点多低 你做过多差的事情 只要你把神接到了你的心里 你重生为神的孩子 那你得到的爱就完全取决于神 他有多少爱可以给 而不是你自己的行为 所以重点就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接受他的爱 让神来改变我们 再见 感谢观看